你們都要不要開 你們站在那裡是沒有報名的嗎 真的喔 就沒關係 實名制度做吧 因為很多人可能報了題 他可能不會馬上過來 好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想我們就 我們預計是五點半開始 我們就不在這個現場的觀眾 那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可以邀請到 卡洪正偉還有李柏廷 都在製造實驗室 跟布台記憶的執行長 會有這場講座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在空中 規劃了一個虛幻生命的展覽 那這個展覽其實最主要談的是 在生物科技 高度發展的年代 我們有什麼方式可以把這種 生物實驗室裡面 非常嚴謹控制 很理性的科學的一個 實驗的過程把它轉化成一種 藝術性表現的方式來處理 那裡面我們邀請的 都在製造實驗室 做了一個流動的一個作品 那這個作品其實非常有意識的 其實它是把社會設計的觀念引導到 藝術創作的一個領域裡面進來 那所以我們今天這一場講座 我們最主要的希望就是說 以這個社會設計為出發點 請兩位專家來談一下 社會設計的一些成功的案例 那社會設計裡面遇到了一些相關的一個議題 而且今天請到政委最主要的目的 那就是談社會設計跟社會創新 在整個永續經營過程當中 有什麼樣的一個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那所以我們一開始我想 大家都認識這兩位 我就不用再掛很長的時間介紹兩位的背景 那我們就可以先請李柏廷執行長來幫我們做一個 簡單的一個介紹 就是說在東泰製造實驗室裡面 他們常常以社會設計為出發點的一個 計畫的一個發想 那這些對我們現在的人所處的環境生態 本來自於全世界之間的一個發展的趨勢 有什麼我們可以關注的一些焦點 那我們就不浪費時間 請李柏廷 大家好 高興今天是可以在這邊跟大家聊聊唱所預言 就是我們這幾年在做 努力在畫世界做的一些事情 那大概先介紹一下這個環境實驗室 我們大概成立是2013年到現在 對 那如果大家聽過FabLab的話 其實就是主張它其實是一個空間 然後它有些機具 就是數位製造的機具 那其實是馬克力公共的NEO教授 他向全世界想要推廣 就是數位製造還有Maker文化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目前FabLab在全世界有超過2000個點 對 那台灣像比如說我們FabLab Dynamic 或者是FabLab台北 FabLab台南等等 就是會有很多不同的經營的方式 包含一些在學校裡面的FabLab也是一樣 那就FabLab Dynamic 另外這條實驗室 我們主要是想要發展的是 社會設計的這一條路線 那這幾年其實我們陸續做了 蠻多的project 那就比如說像這次 謝謝邱老師邀請我們團隊可以在參與室室的區外層面展覽 那這次展覽其實是流動 那它其實主要源自於我們在 那個生態守護計畫這裡面的一個自由營火的作品 好 那我大概先讓大家看一下 一下吧 這次在生活中 我們有實力在很多公園 但這些公園的產生方式 卻會使用整個環境付出其他的代價 直至2015年底 火力8.5整台灣的8電汗的百分之78點相似 國民輝百分之16.04 叫聲音跟有其他維吾基礎平坡 也是差距學習 女士的民族好 問你們能幫發光一點點的回歸自然嗎 主力的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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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人的根據 發育問題就是 國小國中的不然而選擇 超過的經濟的號碑 電池透過 對方的不然而選擇 主力的電池 主力的主力 主力的主力 主力的導使 主力的電池 可以在部外使用 它會有所應用 主力的主力的 主力的建立 才可以去運行 身份的手術器號的核心價值 既然穿太有好 而防禁友善 用更一部 達到的女士全 演習修身的目標 趁你持續思考與城市的廣場 經歷了明天不斷失敗的城市之後 就這個窗戶不能探望季節 請向大廚把房東聯繫自己的利益 因為我覺得那是環境體需要來 就是它可以慢慢來 它需要乾淨的東西 乾淨的東西 其實上面我可能需要它大部分的在一起 它也要把電池打進去 讓它的困難 上面我們要大部分的水平 所以如果你比較放心的行動 不會掉到水平面 特別是我們在上市的時候 特地需要的利益 風聲的光 如果從比較不會收到網上 這一次的設施 它是一個風光的不停 所以如果從來才能夠不少看到 如果我們明天不需要降降 我們將前往阿里巴爾正在營場 對於要省門區來 我們後到設置超過一百公尺 每次有煙火 促進真愛友好的方式 比如說 正在安全與虛勢的省明環境 點個你的家務 使門員回到一圓圓圓的回規制 好,但是我們在 好,這個是我們在16年的時候做的一個木製的計畫 那它是失敗的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是社會設計的隱藏關卡 對不對 好,沒問題 這個其實是在最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希望說 我們發現這個 原理 然後甚至慢慢在改進它 然後希望它可以 發明出來也是 一個新的 為這個環境提供的 新的能源的來源 的一個發電的方式 然後試著把它應用在各種 我們覺得可以試試看的環境裡面 對,那 那個 失敗的原因 我們等一下後面可以再聊 隱藏關卡的部分 好 那 在這個計畫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 陸陸續續的還是 慢慢的在做 它的研究 然後到 比如說 新的版本 比如說像 這個是19年的版本 然後我們改進了裡面 一些電子的元件 然後 讓它的 發光的效率更好 然後 這個作品 它所以是 最好是要求我們 在國美館 展覽裡的 扭動 這個就是 我們現在在 那個 徐萬成品裡面 這個作品 對 但現在有 扭登經 它裡面的 一些 電子元件 對 那這個就是 有 更 強的能源 的來源 然後 可以讓它產生更多的 光 那主要的 概念是 是不是透過這個光 有可能讓植物 就是 可以在 就是人造的環境裡面 就是更 在沒有光的地方 可以 可以生長 這樣子 對 那這些 呃 這些能量的來源 其實是 運用 就是植物它 呃 所釋放出來的 它在活著 我們在排泄物啊 或者排泄物啊 或是排泄物的時候 所釋放出來的那些 呃 呃 呃 好 那這個作品呢 在去年 2020年的時候 呃 我們也很幸運的 就參加 呃 然後 就是有更新到更新的版本 好 就是 我們試著將這些 呃 一點一點的這些能源 像剛剛前面都是在閃爍的 那我們試著把它 匯聚在一起 然後 呃 形成一個 比較 持續 而且更亮的 光源 那 呃 其實這中間真的經過 蠻多的 失敗 蠻多的研究 然後希望說 是不是有可能 可以插在 呃 公園裡面 然後 或者是比如說在 呃 無能居住環境的附近 可以提供 呃 光源在晚上的時候 對 那它就會變成是另外一種 呃 門源的形式 大概是這樣子 對 OK 好 那 呃 這個作品其實 呃 我們持續的在去做研究 然後 持續的在更新 對 這是我們 就是在做的其中一條路線 那 另外呢 呃 還有另外一個 呃 專案也在進行中 那 這個也是 是差不多時間 開始的一個專案 哇 好 好 這個就有 呃 另外一個有趣的故事 是 其實呃 像 Fat Lab它是一個開放的空間 然後可以在 呃 一個 那在這過程中,其實有工業設計的人,然後也有城市背影的人,然後也有壽藝等等 有很多專業的專家,然後一起來完成這個計劃 那目前,比如說我們跟台大東醫院合作,然後我們跟樹林或北投的幾家東醫院合作 那已經成功的讓一些狗在復健的過程中全域了 那我覺得有趣的地方是,其實在最一開始我們只是想說,它是否有一個胖瘓盒,讓它可以做 但因為材質的關係,或者是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 比如說它可能會木頭,它可能容易髒,它可能沒那麼耐久,但它速度快 所以它造成另外一種特有性質,它可能比傳統的製造更快 那就會變成,不小心就到復健的那一條路去了 那復健的口頭,就是因為這樣的設計出來,它可以讓市主更容易可以接受 有輪椅這件事情可以讓它移動,那它的復健的機率也會越來越好 那其實我們希望這個專案可以持續地進行下去,所以我們就有一個新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是由小安設計的,這是一個雲端的版本 那我們希望之後這個調整好之後可以讓全世界有提到FabLab 或者其他有需要的人都可以下載,就是在這裡可以調整完 比如說,這個狗的長度,我們來弄一隻蠟長好了 好,它就會變長,然後就可以長出這個形狀可能是什麼 它會自己去做計算 OK,所以有需要的人呢,他就可能可以在這個網站上去Key這些參數 那因為我們在前期做的這些製作的過程中,都是有獸醫給一些專業的一些建議 所以怎麼樣才可以讓狗狗更舒服,或是可以補助它 比如說有一個細節就是,它的後腳,因為通常是後腳攤板,或是後腳需要做物件 那它的腳趾一定要有一點碰到地板,但是又沒有 讓它有一個慾望,想要往下等,那個就是讓它會想要出立那個復健的重點 對,等等,那所以這個東西如果 這個網站就是可以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去設計 或是可以開這個網站跟收藝師討論 那就可以,可能可以長出這個東西 那在可能各式,各個FabLab就可以製作出來,很快速的長樣 對,又或甚至是這個聯織板開放出來,因為這是用Random的Gratar來做 對,然後放在那個ShiftEye裡面 對,那就是H可能不可以改更適合的版本 不可能改成Tools,或者刺,帽子之類的 就是可能會可以發揮廣大祥民的想像力的能力 對,那這是我們其實幾個目前正在進行的一些計畫 對 好,剛才其實我們都稱呼他李飛啦 所以我們就直接叫李飛,叫自己拿怪怪的 那,太正式了一點 我們今天說要從FreeStyle那個過程 那其實剛才李飛看到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比如說那個自有一個計畫 其實在複製的過程當中是失敗的 那失敗的原因,我不曉得李飛這邊你們有什麼特定的分析 或者說討論的一個結果,為什麼會失敗 就那時候我們,因為那是16年的事情 對,那我們在當時的觀察 我們認為啦,也許會打開放和討論 所以在複製裡面,當然有很多是供應型的 就是一種,但是有很多會上去群眾複製網站的朋友 他們可能是要預購產品 然後他們是,他們的回饋機制是比較明確的 那,因為我們看起來好 我覺得我們這種不能定位的問題 我們看起來就是一個產品 但其實是一個支持這個行動 比如說我們要去阿里方生態農場 讓裡面的光源變成紅色,不影響營火蟲 然後又不需要用萬物簽電的方式 對,那,所以可能不適合大家的那個木製的習慣 就失敗了,可能是這樣 其實這個問題是蠻嚴肅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今天我們在講社會設計 它本身是設計會服務所 如果會服務社會所存在的話 那其實中間應該有更長遠的一種規劃的一個方向 或者說,這個社會大家是不是已經認識到了 我們所處的環境正在面臨到一種自然界的一個危機 能造成自然界的一些危機的一些問題 那如果讓這些東西能夠永續經營一下 就是讓民眾可以認識到更重要的這些議題 其實還是,就是我們在講那個美感的問題 就是那些美美交交的問題到底要如何去處理 那因為政委一直長期在,就是在這個園區的另外一個角落 在做社會創建 對,那不曉得說政委有什麼樣的意見 或是有什麼樣的想法可以提供社會設計的專家 那當年我沒有看到這個專案 第一次看到,我問一個很天真的問題 剛剛那個地下豆芽的,我了解他沒有別的選擇 就是路燈或營火蟲 那我為什麼不是太陽能板下一個電池會解決 好,我們那時候做這個計劃其實是不希望電池 對,那為什麼? 那時候針對電池的研究啊 就是它其實還是會有一些比較難回收的東西 或是要回收會成本的想法 對,那因為那時候我們並沒有去做太多的計算 其實我們這個等它可以要多久 對,那時候會覺得也許這個是更節省能源的一種方法 對,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第一個是在2014年做的每一個版本 到今年都還是可以量 所以已經過了十年 對,目前是好像還OK 就是它其實陸續一個很漫長的實驗 對,大概是這樣 對,那因為從我的角度來看 像是這種未吃的東西 完全是未吃的東西 你也不知道之後會不會怎麼樣 那這個就比較像研究的工作 因為研究本來就是把它維持一點一滴的變成影子 而且也不知道這個影子會帶你去哪裡 不然就叫開發或設計了 然後都不叫研究 那當然就是如果連研究方向都不確定 像這個當年的情況的話 我們就把它叫藝術嘛 是,這個我是定位問題 就是說如果實現是介於疫情內研究之間的某個東西 但是你再去用走那樣 還歸類叫產品 那你一定會碰到一堆像我這樣的人說的 那延遲還是可以用這段時間嗎 為什麼你不用 剛剛發明的這一段很久的延遲 就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是產品的思維嗎 就是已經到Prada這個程度 那Prada當然是你在很早期的時候不可能回答 也不應該回答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蠻同意說 如果一開始就說 就是沒有只是一個表現的理數 那我就是要表現成明衛蟲的樣子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說不定就不會想好 謝謝 其實在 就是說我記得那段時間 其實群眾募資是非常熱火熱的一個過程 大家都覺得比如說社會的事件 然後或是新聞的事件 大家覺得說需要募資 就是大家就上個資訊 例如像在NR時報的報告 對 當時報告 我記得半去年 對 去年也是半天 半天就是大標 我記得那當年還有人問我說 欸那個有沒有 就是大家知道 比如說我認識一些政治人物 那是捐錢可以比較好便 我說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捐 因為不到半天那個就已經滿了 就已經夠了 但是果真不到半天就滿了 但是其實你會發現說 有一些具有社會服務特質的 一些想法 我們現在姑且不把它稱之為是商品 或是一個產品的一個過程 其實在社群的串點這一部分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跨越的整合的 呃知識的一個匯整 其實也沒有問題 其實在open source的一個 或是open design的一個概念裡面 這些的人 才會被聚集在一起 但是資金串理一直以來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以至於社會 我覺得我講話速度越來快 越來越更正正的速度 有 哈哈哈哈 被貸款 那個 好 那個是 他講話不行 哈哈 那個資金的尋覓 跟資金的會整合 或是說有找到願意奪資的人來奪資 其實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 嗯 那因為呃 在講社會創新的這一塊 某種程度來講 也會遇到類似的一個狀態 嗯 那我不曉得正維 你自己的觀察 是 呃 我通常看社會創新 就是看他的 呃 mission mechanism measurement 就是他到底要 我是誰 我在哪裡 我要做什麼 哈哈 基本上這三個問題 那呃 在群眾募資的這個場面 其實很少會人把它變成投資了 因為那個就是股權是群眾募資 嗯 不是沒有 但是在台灣畢竟還是少的卡數 所以大部分人出錢 他除了那種很明顯是反購的 暫時選擇不開之外 其他都是要買這個先期的參與權 所以不管你呃 怎麼講 那其實最後要換的都是這個先期的參與權 所以呃 剛剛我會覺得說 社會設計當然是設計用來解決社會問題 可是因為你剛剛加了一個開放式設計的這個 那個概念進去 那也就是設計師其實只是第一個來做設計的 我們說拋磚引玉嘛 那就是我的方向也未必是對的 那從第一個人開始出錢 就可以說服我 呃 用新台幣的力量 說服我吧 去考慮新的角度 去考慮新的做法 那當然你出了錢 就不會想要看到他失敗 所以像去年那個在紐約時報 這個登廣告的一開始 呃 是跟WHO對搶 那很多人都覺得說 你花大錢去年 因為跟WHO不對搶 到底是不是意思 其實是蠻衷人的一個行為 那所以就出現那個 呃 呃 那他們就花很多時間去看所有這些留言 然後設定了AB200 大家還有投票 那最後二四小時之內 就登堂 變成一個非常成熟的 我們2003年在SARS非常幸福 我們學到了台灣模式 現在來幫助世界的這種非常棒 外交上堅持成熟到不行的這樣的一個共創 所以獲得突然是說 因為去年不會想看到失敗 那如果發現這種真的不費的情況 那大家可以牽引著他幫忙周轉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才會再去遺傳實實傳白的 讓更多人願意出錢 那出錢變成出力 出力的又會願意再出錢 等等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另外一個這個 他現在周轉的方向比較好的就是 我比較能夠想像亞太或者是附近的路等的場景 而我比較難想像說 你我從那個場景 我的參與可以怎麼樣讓你走轉 對不對 所以他的參與空間越大 我覺得 你這樣子剛剛講 開放式創新就越容易 社會設計 就越容易變成 不是只是眾人之事 而是眾人住職 就是大家一起來解決大家的事情 其實我一直在好奇一些事情 比如說 我們在講說 幫助流浪 幫助流浪動物 讓他們能夠有 至少有食物可以吃捐助 或是說 在社會的落實裡面 能力去捐助 那其實他這種 這種社會捐助的行為 其實也是不求回報的 就我不會因為說 我想捐一萬塊 我想要得到什麼東西 並不會因為我是去幫助 社會的落實的那一塊 那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我自己認為 或許國庭可以 可以糾正我們 就是說 我覺得說他們在發展 這個生態守護計畫的時候 某種程度也是在 也在幫助這個社會 只是說他們的 必須更大 更遠大一點 這個社會 很多東西是我們看不到 我們每天開水龍頭 我們不會覺得說 有一天水龍頭打蓋說 我們有水蓋怎麼辦 那或是說 我們每天都要丟電子 或是現在政府在鼓勵 或很長久以來 大家是說 用開文化電的那個方式 它可能會造成更多的 科技的這個 污染的一些問題 那如果是這樣的一個方式 完全不用電子 它是在荷蘭 利用土壤或是水的 或是植物的酸性 而造成一個 自動循環的 一個小生態系的一個方式 我比較好奇說 企業的邏輯 好像很難被引導進去 那我這樣一個 那你要說 就是讓去看營火蟲的人 比較不會掉到水裡 這個工藝目的是這個嗎 應該它只是一個初步的一個計畫 因為其實為什麼洪光 我不曉得 我可以知道的重點是 為什麼是洪光 而不是說 進去參觀的人 不會掉到水裡 因為現在大家都有手機 所以其實手機一定會變手電筒 那手電筒當然會發熱光 會打扰到一個床 所以這個工藝目的是 讓大家不會用手機的手電筒 打扰到一個床 那如果是黃光的話 他們一般來講 比較不會感動到一個床 因為其實因為我從那附浴 是很難的一件事 對 那有因我從第一棒帶到那個 生態附浴成功的 那是當他附浴成功 這是人的悖論 當他附浴成功 人就大批的進去 把那些生態全部都採壞掉 因為為什麼不是給你一片紅色的玻璃 只讓你貼在鏡頭背面 我說真的啊 沒錯 就是說 我隨便想覺得 大概20種比較便宜的 慢慢做一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工藝目的的一個特色 就是說 那要先證明說 它是比現有的 捐助者隨便想的那個方式 要更有效 至少在某個程度上 你不能貨幣化沒關係 量化上面要更有效 那這樣的話 這叫Effective Altruism 就是說我是想要幫人 但是我希望一塊錢有 不是一塊錢的效果 而是一塊錢有三四塊的正面衝擊力 Cositive Impact 那誰越能鑽成的 我當然就越用一把錢給他 所以我並不是說 紅光是不好的 我只是說 你要先說服我 為什麼你玻璃智 玻璃智 我再叫你幾半秒鐘 就可以想到 這個問題要問 對 對 因為那時候其實 我覺得在實驗室裡面 他是有做不高的 然後就是你可以很棒的 目的是你也去想說 這個可以應用的環境是什麼 哇 這東西很酷 然後那時候其實就是去 阿尼巴 找他們的負責人 然後就聊到他 他遇到的問題 對 那 對他來說 在那邊的參觀的人 有客啊 他們的確真的會很熟悉 然後 因為他們想看得很清楚 所以就會拍得很亮 對 但就會影響到 營火的那邊的 對 那邊的燈燈燈的生態問題 對 那 譬如說想像你剛才那個玻璃智 的確 是一個很棒的方法 然後弄厚一點 就可以 按 蛇氣棒 上面畫給營火 請問還可以留念 對 欸 這樣可能就會成功 我的想法 比較會把它分開 因為像剛才正文裡的看法 就是說 他可以很簡單的被商業化 變成是一個發展 對 但是他們的 我覺得他們的角度比較不是 我直接要直接跳到一個商業螺絲裡面進去 對 所以 其實像現在在做這一種 比如說他們在做的社會設計方面 高度其實都是靠政府的力量在後面支持 沒有辦法走到一個 一個循環經濟式的一個企業分離的 就是 自由經濟的一個市場裡面進去 那種感覺 那中間 要如何去磨合 或是把這兩個 兩邊把它扣了 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只要是上市貴公司的 是大型 他一定要說 他不能解決 收到貨房間金融資 這條巨愛的報告 那 聯合國是 其向兩區發展 目標160左右的席向 現在 所有的大公司都會被 因為如果不被 接下來會被警官會拆拔 所以 他們不得不去考慮這件事 那整個投資院的氣氛也改變 以前是說 你不要造成社會破壞 經濟破壞就好 但現在你不解決問題 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你銷售販管還是會被抵制 所以這個情況跟以前是差非常多 所以每一個企業現在都要想請 讓他說服他的整個供應鏈 或者所有可能的禮包 和散戶和政府在內的利害關係 人說 那讓我繼續存在或者買我的股票 那可以怎麼樣對下一代好 他是在往下一代的主管 不是從下一代提款 對 但是這樣子的講法 他是已經貨幣化的 就是他運用SROI或其他的算法 已經可以說 那我房下一代 你現在買一塊的股票的話 或者跟我做一塊錢的生意 或者投資我一塊錢 我就可以幫後代存7.036塊錢 已經到這個地步 那我會覺得先期的探索 比較困難的就是說 算不出來 就是他當然不可能會有比法 但是量化也不容易 對 那所以這個時候我具體的建議就是 你可以有一些中間性的東西 就是像舉例來講 就是用上面有大人或中的寫法圖 來養這個藝術的計畫 那我們如果去看像澤澤上面的 很多供應性質的專案 也是這樣子 他就是用一些周邊 而這些周邊 還是可以提醒你 這個供應目的的重要性 他也解決到某個程度 那但是事實上 他是希望你資助他做一個 長期的基礎研究 或者是一個藝術的工作 那只要這兩個中間的串點講得通 那大家還是市場 或者你剛講大公司 願意花錢來這邊 但是如果你中間不給他這些中間項目 那就很困難 因為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做了這樣子一個funding之後 我不知道我怎麼跟我的投資人交代 因為我投資你 也是拿投資人的錢來投資你嘛 所以我要對外面交代 這個是必要的 那但是在我們這邊 大部分如果是申請就是grant的話 那只要對內交代 就是只要審查委員 或者是你的隊員 你的成員 都覺得這個很有意義 很熱血 就夠了 對那如果對市場有發生關係的話 對外交代我覺得還是要做 這樣才有雙面交代 我覺得其實 因為今天來 今天主題是隱藏關卡 對 我覺得因為 比如說像我們常常看到 在媒體上面 或者是比如說像 我覺得設計有自己的 或者媒體 它專門在報導 就是關於社會企業啊 社會設計相關的議題 我們看到的例子 大部分都是成功的 對 但因為失敗的例子 不容易看到 對 所以今天比如說分享這個 失敗 那我們可以想說 原來一波例子 就可以完成這件事 之類的 原重見證 對不對 那我覺得就是 在我的理解裡面 就是有些 我覺得可能不一定會成功 有些我覺得 看起來會成功 但還不成功 對 就是 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比如說像 對我來說 就是在做社會設計 這件事情 它很有趣 它有很多不同面向的做法 比如說 做一件事 一個產品 可能是一種 對 那或者是提倡一種概念 這也是一種 對 或者是我們來做一個活動 這也是一種 那 因為我之前看到 我覺得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 比如說像 這個 對 這個我們 小小的看一下 好 好 就是 它其實是 Cicodang 這個 這個 車廠的一個 行銷的案例 對不對 它在西班牙的 Cicodang 比如說廣告代理商 之類 好 那 呃 他們在做一個 我覺得很酷的計畫 就是有一個村莊 那 呃 那邊的人口 太稀少了 所以他們那邊的學校 可能因為人數不夠 所以就可能會 廢校 然後 大家不要牽 那 Cicodang 丟出了一個計畫 就是說 那我們就是直接提供一台車 我們希望 有一個家庭 然後裡面有幾個小孩 就可以來這邊湊咖 然後就是 欸 那這個學校的人數就夠了 然後 它就可以持續在那邊 就是 欸 讓這邊的 呃 這邊的居民可以繼續 在這邊 生存下去 對 那也不算生存 生活 因為那個學校 因為機制的關係 它就可以 欸 剛好 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案子我覺得它 呃 有趣的事情是它持續喔 就是它陸續找了 可能西班牙在 各 各式各樣的 比較偏向的地方 去 呃 去搜尋這樣 這樣子的案例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 呃 以企業 一個品牌 來說 欸 它得到了 比如說 一定的知名度 嗯 那 呃 以那個當地的居民來說 欸 它也是得到很多 呃 呃 好處 嗯 其實像這種社會 呃 應該怎麼講 它算是一種 企業的社會 責任 的一種 創新的一個方式 我記得在坎城的那個 Vemilia Best Ball 對 有非常多成功的案例 包括呃 像Samsung 他們在中央美洲也做了那個 那個 Safe Truck 或是說那個 Pen SafePen 就是Vovo他們也做了那個 塗料 可以塗在 呃 夜光的那個塗料 可以塗在腳踏車 或是我們的背包上面 讓我們可以在晚上行車的時候 有安全性 類似的其實蠻多的 但是就像在 呃 呃 呃 政委在談的那個問題就是說 對 完全貨幣化 對 完全貨幣化的一個過程 那因為在台灣比較困難 嗯 真的 我覺得它某一種程度是因為 呃 呃 或是sponsor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跟文化幣沒有很成熟 嗯 以至於就算我今天想做 但是我就像 呃 剛才說我講過 我不確定我這樣做到底對我自己 企業本身有 在民望上面 在民生上面 或是在社會的上面 是不是真的能夠被判到 嗯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比如說 其實我 我一直看過去就看到那個 那個 呃 backtrack 那個計畫 其實當年也是 政府前線 讓 嗯 政委前線讓那個 呃 企業業力投資 然後開始大量在台灣的各地去推廣 那個 對 Bmaker 的計畫 但是這樣的計畫 我一年就像你剛才講 他沒有辦法永續 嗯 沒有辦法永續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說 在社會設計的過程當中 如何讓他可以永續 嗯 對我們來講好像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意義 因為我們只是一個 就像你剛才講 我們是丟出概念的人 丟出一個初步想法 或者是一個小弱太平的一個人 但是中間可能有很多可以成長 或是可以 可以做得更好的那個過程 到最後這個東西才會被成熟化 嗯 嗯 那所以中間其實就是 呃 我想說政府或是教育的一個單位 到底能夠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可以讓這樣的計畫有序 我會再強調那個 用序的那個單位可以完成的這樣子 嗯 某種程度的每個教育 可以說是已經是新一代的機制教育的 對 我們在新課堂 也不行 108課堂 嗯 裡面呢 絕大部分 像以前還有高知這個字 啊 現在就叫技術工程 對 那以前還有分說 那我要校外教學 代道安卵教學等等 那現在這叫校定必修課程 或者校定選修加深加謊 那這些像剛剛那一節啊 這些現在都已經變成標準的教具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他創新在一開始還沒有均勻擴散的時候 當然要靠這些類似的試點計畫 去把這個模式試出來 但是因為這個也沒有申請什麼專利 或者是營業秘密 或者是記憶體電路鋪去的那樣子 有畢童嗎 哈哈哈哈 或者智慧財產 還有這些東西 那所以其實 一個一般的技術高中的老師 他去參加過一次活動 他根本不需要什麼心法傳授 他回去就可以開這整個課 因為它是非常容易擴散的一個創新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看 現在這個沒有永續 這位你已經贏了 就是你已經很少找到某一個技術高中 或者一個大學 特別是科技大學 他不知道每個是幹嘛的 或者他不知道累積到怎麼教小孩 這些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高校也好 機制教育也好 的特色 就是以前都要教育部 要他們執行他們才執行 那108科科之後 他們現在都充滿了動力 就是一定會去找附近的這些社群的資源 或者社區大學 或者是地方那些文書工作者 社造等等這些朋友 那去充實他們孝敬必修的這個內容 主要也是因為市場競爭 越來越劇烈 上次變化 所以這部分這個dynamic 我覺得本來就在那邊 那可能不永續的 可能只有這個計畫的名字 像dynamic可以提到的 那我覺得那個實質 現在是傳遞的非常成功 可以說是今年最成功的 幾個教育相關的創新之一 這部分對我來講是比較 等於說像剛才正回講 他入手的門檻很低 大家可以做 那這其實真正在 因為我自己在教育現場 其實我們遇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學生都會操作這些機器 但是他沒有辦法生產出 Fab Lab應該有的精神 對 那部分是就是素人教育 沒有辦法真正被生化下去 那 剛才談到技術型高中 最近過去的半年一直在審查 那個技術型高中 想要做科技技術方面的教科書 對 現在這是最新的關鍵字 對 但是那個就會 那個就是一個很大的災難 那個是一個對我來講是非常大災 這個災難之前其實有一個更大的災難 就是剛才正門談到 聯合國教育們組織下面 在談的那個有序經營社會 那一些一百多的指標 那如果已經所有的大學都被D標 對啊 是我打的 是我跟那個文化老師 文化老師說 欸 因為USR每個都自己寫KPM 我們不能很相串聯 也做不出地圖 對 因為我對地圖情有獨充 所以他就是 欸 這邊169個指標好便宜 事實上免費 所以就變得愛用 對 但是我們在學校 我們在很像在告狀 沒問題 我們在學校裡遇到的問題 就是學校會把 比如說我們在學期開了2000門課 我隨便講2000門課 他就會一個強壓式的 pop down 下來告訴你 你這檔門課到底跟這些指標 169個 勾個幾個 對 隨便勾嘛 那大家就閉著眼睛 有些人就閉著眼睛 隨便勾了 那眼睛就完全不勾 我們社船有一個做AI的人 還可以把你的計畫書 位置去幫你勾 甚至把他 因為AI可以反向的 你可以隨便勾幾個 他幫你協助資 但是 我的問題就是說 他對教育現場的教育人員 或是學生來講 其實沒有真正的學習上來的精神 就是說 我勾了是我勾了 比如說我勾了史相 跟這檔門課有關係 但是學生 會必能夠 sense 到 這個精神 在我這檔門課裡面 是真的有被貫穿跟落實 所以其實在推廣的問答 是困難的 那時候他們走出去 其實讓我覺得 蠻心動的一件事 是他們就拿著那個 走了一百多個學校 我們一開始做 第一階段 我們做第一階段 我們做第一階段 我們教肺東漫動 不是 不是有 後來他的 是當時 後年Q還沒有加入 才找來看我視角 這是最早的 對 對 其實 那個我想實際的經理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是 實際的 沒有 實際的狀況是怎麼樣 就是說 拉了那麼多學校 老師 或是學生 可能在半天或是一天的一個 我小的一個狀況之下 他們真的能夠 呃 後面但有趣的 就是有散發出去 但是那時候的狀況 因為他拉了一些點 你可不可以談一下那個狀況 應該不是一個下午吧 我記得好像幾天 有一兩天 呃 實際上是這樣 就是 呃 一開始的確是要在北中南洞 都有 一個像 就是比較 呃 一個 機站 一個station 對 然後讓其他的 附近的學校 過來關門 對 但在一個學校很停 比如說 兩三天 對嗎 對 但是一個班級 大概就是 一段時間 大概就是兩小時 或是三小時 因為他們還是有他們原本的課程 對 那我覺得這裡面 有趣的是 呃 北中南東每個地方的小朋友的個性不一樣 對 就是比如說像 台北 就是會 呃 那個 競爭力會覺得 哦 我要做一個 嗯 對 那比如像 東北城就比較 呃 親切 但是也比較害羞一點 他們會 很認真的 很乖的看 來做什麼 然後慢慢的學習 對 對 那 呃 我覺得在那個時候 在這個計畫 有一個 呃 我覺得小小的問題 是他 因為他是用班級為單位 所以 音樂班裡面不可能 所有的學生都有興趣 對 他其實應該是 我自己認為 應該是每一個班有興趣的人舉手 然後我們就來這邊 他們就是一個 童子 對 的概念 那他可以再班上去 呃 就是影響別人的圈 對 之類的 這是一個我覺得比較好的做法 那 呃 回顧到我之前的經驗是 呃 比如說在 呃 法國 法國其實 呃 在那個年代已經是非常非常有型的 對 那 或者是在 他們其實在學校裡面 但我指的是 可能是 大學 在學校裡面他們會有一種制度 是 大家都覺得這個東西很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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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很新奇或者是 真的很有幫助對他的課業來說 那他們會來當就是 補安替人 嗯 然後我在這邊服務兩小時 那我就可以有兩小時免費使用的時間 對 那他們其實有一種在做交換的概念 世界女孩 對 世界女孩 對 有可能是這樣 對 但是我覺得因為我文化回台灣 然後我認識到了一些 呃 外國朋友 像最近也是有 他們會 因為他們在 以前是有在 他們 國家的 發展帶過 所以他們會有 每一個國家都有 自己的 不同的 特性 習慣 那他們會來這邊做交流 甚至他們會很願意做 付出 跟台灣的 可能他們還沒有到 那 第一批人可能還沒有到 就是 出社會啊 或者是 呃 就是有餘裕 這件事情 對 那期待後面 會長什麼樣 就是他們可 可不可以為 因為這這樣的 呃 機制的領境 那你影響到 他們在互助 或者是 比如說這裡面 有一個很 強大的概念 那比如說 當時很流行的 Naviverse 或者是 各式各樣 的網站 那可以影響到 他們 呃 比如說在 客業上 他們在 呃 可能是創作 他們在想 發想事情上面 對 就是怎麼樣的補足 跟怎麼樣的在 無國界的 他們做交流 對 這個 我在台灣是 目前還沒有看到 有很 普遍的 一些像 對 但在國外是非常普遍 對 但可能是時間還沒到 嗯 嗯 我可能 很取樣品 因為我在協隊講 設創中心 那之前就 不管是 做 嗯 好像說一些 光碌畫 那尤其是 做 首飾嘛 珠寶 但是也有牙殼相關的 那甚至有 一個 像你剛剛那樣的 這個 延伸式的論語嘛 他們也有這種 延伸式 牙霜 這些題目 那他們用 不管是 光碌畫 還是其他的3D printing 其實都用得非常兇 因為他們在 創業初期 不可能開 對 所以除了用 就是雷切加3D 他也沒有用 別的方法 去一下子 專業後 才能看到 特性下面的這個 燈性 那這部分我覺得 就很熟練 但是 特色是說 第一個他已經出手了 那或者是他已經準備創業了 就算他是 好吧 大三大四學生 但是他也是做過 像YouStart 這樣子的方式 他是以創業人家主師 來軸轉為前提 來 跟張英文拿錢 那他如果真的 軸轉 他可以寫一篇 那種 多樂而不為 所以就是 創業失敗的 這個風險 被吸收掉的情況下 我覺得他就會很善用 這些 每個人的這些資源 但是這個 跟你剛才講的 說 跟他全民的 終身學習的 互助的 文化的 我看到這個 旁邊的人 可樂的那個 一開冠品 他沒有辦法放 或很容易傾倒 我就趕快從口袋裡 撈出一個 3D列印的 讓他跟你這樣 潛入這個拉口 那當然沒有到那個地步 確實是這樣 所以 我們縱觀 我想要問你 就是說 縱觀這些 你們做的這些 生在手舞計畫 或是說 有一個精神的規劃 以個人之力 因為你們算是個人 沒有很龐大的資本家 在支撐或是企業 在支撐裡面 真的 你們遇到最大的困境是什麼 以及 我們常在講說 你要創業就是要資本 那這個資本 當你沒有辦法穩定的獲得 或是計畫 沒有辦法穩定的下去的時候 你覺得 現在遇到的困境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我覺得要講困境的話 總而言之 應該是 平衡跟持續 這兩個 應該是我真的 最難的事情 對 那 沒錯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 小團隊 但是 其實在做 不管怎麼樣的 各式各樣的 研究 或是在製作 或是在測試 都是 會需要花大家的時間 大家的 可能會有一些 經費的輸出 這些其實都是 很不重要的成分 對 但是因為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 我們都不管任何的 依靠 然後我們就持續的這樣做 對 所以 就會造成它的時間會拉長很慢 我們可能還是 需要用比較空想的時間 才可以做 變成說 它可能不一定是完全的 就是 第一座位 但是大家其實是一直 記得這件事情 有空的時候 來碰步 但這樣也是會 缺點 就是要辦法集中火力 做一件事情 但是集中火力 話說反而 不一定是完全的好事 因為其實 就像 比如說 我印象中 一個很 很著名的一個社會生產 是一個Ironfish 對 就是它很 簡樸在 還是其中間 對 對對對 對 那 我不太確定說 它們的持續性 有多少 因為之前有財事引擎 打電話去檢查問啊 對 那可能是有各式各樣的原因造成 也許是有暫時中斷 或者是之類的 對 那持續我覺得是真的很困難 對 那因為有些話就是任務型 你只要完成一個任務 就結束了 那你就可能比如說像剛剛的FabTrack這個計畫 或者是有些像 我看到在國際上還有另外一個案子 是一個蠻酷的計畫 但它是任務型的 這可能要請我們的南美洲冒險王 陸基在哪 可以嗎 可以請你幫忙介紹這個案子 硬撞蛋的假承 就是博庭的 我們也是動態資料實驗室 然後這個案子其實很有趣 是因為 大家應該知道就是哥倫比亞的環境狀況其實跟台灣蠻不一樣的 就是他們現在已經沒有 但之前大概三年前到三年前左右 又存在一個非常混亂的狀態 就是蟲民裡面都還有有寄屏 然後那時候很榮幸可以跟這一個團 他們也是一個社交媒體 可是他們其實是廣告代理層 然後他們其實是在做廣告怎麼樣幫 其實是我們的宣傳的行銷公司這樣的概念 可是他們想要幫哥倫比亞界的人內政這些問題 那大家應該很難想像就是一個廣告商要怎麼解決和平這件事情 那那時候我跟他們的執行長聊天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花了兩股月在南美中跑了一圈 然後他們的執行長說 他們其實也沒有想到該怎麼介入這件事情 可是他們用了一個很溫馨的手法就是 就是叢林很危險 那我們要怎麼進去 然後怎麼告訴這些有機兵說 你們要不要回家 所以他們做了兩個計畫 第一個計畫就是Christmas Project 就是聖誕你要到了 然後這些有他們已經大概跟軍隊合作 就是官兵合作 就是要說有機兵大概都會在哪些位置 哪些河域附近 所以他們就把這些Christmas 相關的物件 包括燈飾啊或者是一些小禮物 就帶到這個艙門裡面去 然後就在軍隊的嚴密的保護之下 開著直升機進去 然後我跟他們說 你們在直升機上面的心情是什麼 因為如果我覺得輸了的話 應該就會尿出來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第一次真的跟著真相實戰的軍人 然後進到 因為他們就是有個票場 然後進到這個棚裡面佈置完之後 他們覺得 他們真的希望有人看到這個計畫 然後給我一下 然後根據這個計畫之後 有事後可能性 就是有他們的遊記兵裡面有三成的人 就是有30%的人真的回家了 然後那時候的總領就覺得 哇你們真的做得很不錯 如果讓國家願意再給你們支持跟軍隊 你們可不可以再做第二個相關的計畫 當然我不能否認是那個總領很想要拿到諾貝克的名獎 所以他的目的是非常強烈 所以他們做的第二個計畫是 所以他們做的第二個計畫是 然後那些軍人 你知道哥倫比亞 拉丁美洲人都非常感性 然後媽媽有也是架影片最偉大的人 所以他們當看到媽媽給他們的訊息的時候 就說了 就非常感性 也氣冰桃很小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估計 就大概九成的人 九百分之九十個人 就因為長投價了 所以那一七年的時候 這個總領就拿到世界諾貝爾核聽獎 然後這個主持叫做 莫順路SSSP3 大家可以查一下 他們平常做廣告是什麼呢 是麥加爾 是BMW 是COCOA 可是大家可以很像做一個這樣子 或是商店比較有幾個 你說他們做的這兩個計畫 很有效的去推動他們的國家 但是之後他們 哥倫比亞因為現在疫情 又發生很多狀況 這個是後面的事情 那我覺得這兩個計畫是 他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的確很認真在思考什麼 怎麼樣用社群跟他們可以想到的計畫 去推動他們的國家 大概是這樣 然後跟團團的演出一樣 感謝 好 但是因為這是比較偏任務型的狀態 那其實我覺得回到我們自己 遇到的困境來說 因為我們做的比較像是 就是 除了Truck之外 他也就是任務型 對 那後面幾個都是製作的一個東西 那比如說國際的串聯 像比如說我們其實真的很希望 就是把狗人影這個案子整理完 然後讓很多世界上的朋友可以繼續參與 那或者是 摄取是一個 對 那再來就是 比如說要如何平衡整個營運啊 然後或者是比如說營運 因為在研究發展的過程中 其實是會遇到很多失敗 怎麼克服這些失敗 那在失敗 那失敗這件事情 如果太多 失敗是正常的 但失敗太多 就會超過預期 然後就可能就要去做修整 這些tri and error的過程 都是必須要用 要在各方面都要去去吸收 對 如果在資本上 或者是在時間上 或者是在大家的心理素質上 都是需要去克服 嗯 嗯 所以 其實剛剛那個牛肌冰 我覺得蠻好的 他最後沒有過電話 就有掉毛 所以 他在腦裡心塵 原來本來就是 前一個月有270個人投降 但是 到Christmas的時候 有300人投降 多了30% 而這30人都說 他沒有看到這個概念 OK 好 但是這就是 那這 OK 這說明就是接近東天的時候 這個比較不會多人投降 我就說 看他是 他好像這種廣告 那一種話術 他就說 他可以很有效的去把 就是 correlation 但是他把 好像 possession 這樣子的 就好像英國關係一樣的 去講關聯的這件事情 那但是這 這沒有什麼廣告 本來就是做這件事情 那而且 就是有沒有被人講 所以可見 您是有達到大家的KPI 那是 就是說 這個我覺得就是 行銷的工作 那這樣子行銷的工作 確實是很多 我們社群的這些設計者 他要跟 先不要說大家公司 大的人只有 提案的時候 那這個是一個要 要跨越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你能夠賣給中端市場 或者你這個想法 本來就不想賣給中端市場 不然的話 理論上應該可以網路上程 然後 開始這個 就是輸入一家 多多的 這個參數 然後就應該要一個 送我到家了 對不對 那但是沒有往這邊 而是 那大家都可以開放的設計 來 參考的話 那當然 也存在 非常多的 charity 在台灣動寶 大概是很強的 一個 charity 的 segment 所以如果你要跟 社會部門行銷 這個東西的話 那大家一定會想要知道的 就是它增加那個 就是 quality of living 有多少 然後它 因為你說團隊裡面 有受醫師嗎 所以它可以讓它的 復健縮短幾天 它的 育後的那種市場 可以有這個樣子的改變 等等 那這些 就是 拍一起影片 最後出現一大堆法術 這個可能是必要的 如果沒有這個 對 如果沒有這個的話 那 我如果是一個很大的 charity 的負責人 那 就算是我們認同你的理念 但是我沒有辦法 五分鐘 十分鐘 在大電梯的時間 聽完這些法術 而且我可以記得 然後回去 跟我的理事會 說明的話 那它就沒有辦法 變成你的 charity 沒有辦法變成你的概念的 超級傳播者 所以 我們為什麼說 就是 之前就是 戴口罩起洗手 不要嚇到吃手 什麼 這種東西都是非常非常短 而且你記得之後 就不再可能忘記 而且你告訴別人的時候 一定是原理要告訴別人 就算自己加一些子業 還有一些加資的空間 那就是因為說 我們希望 聽到這個好的概念的人 在他傳遞的時候 是可以在這個脈絡裡面 加上他自己的創意 但是 如果你解釋這整個東西 他的 佔用的字 已經不會平凡 已經太多了 那他還要我自己去想辦法 講述一套說法來的話 那就比較難融入先有的社會部門的這些生態圈 所以 我舉例建議是說 或許真的可以看一下 我們亞太社會創新合作獎的一些案例 他們都是非常短的 page 那我們在去年的社創 公會所有這些得獎的 都用極短的時間 跟我有一個類似趨利頒獎的眼力 對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新加坡的團隊說 我們做DMAGO這個APP 讓菲律賓的移工在他的工作坡 可以照顧家人透過像UberEast的方式 幫他家買雜貨 而不是輕鬆的去然後被賭博或者拿去買酒 那我非常完整的記得 我只聽了他們Pitch一次 但是我可以非常一字不漏的複數 他的這個核心的操作技術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可以往那個方向稍微想一想 就是 就算最後這個研究的終端是開放的 是DG型的 但是中間的這些中間牆 有沒有可能像剛剛那樣一句話 就把核心價值展現出來 那我們在社長中心其實有很多 就是本來是叫企業4SR聯盟 我們現在叫做就是一些夥伴的企業吧 那他們就是在看這種案子 會定期的聽這種案子 那如果這個Pitch他覺得OK的話 那我們就把一座量太攝創合作獎給他 因為現在是有一個就是 如果他把它融入在他的供應鏈裡面 那買到像說500萬 那這樣子我就會出來頒獎給他 那這也是一個優因 如果他是一家銀行 我們想辦法讓金管會主委出來頒獎給他 如果他是一座學校想辦法讓教育部長出來 我自賞出來辦獎給他等等 那像去年金經部就有辦一個獎給 麥當勞叔叔慈善基金會 那那個兒童基金會 那就是做了營 他們找蕭琴羊設計了一款很漂亮的營 讓那些罕見疾病的兒童 在做了醫院的時候可以心情好一點 那他們找到了一個福聚的廠商 他們本來不願意幫他批量生產 那他們透過就是找到一個社會企業去做這種 參與式的這種設計 去提升他的單位加入 那所以這個文藝廠商最後就被推出了 給他一個小批量生產 那那個慈善基金會 就拜託好安全來說 就是他們經營這麼多年 因為他們慈善基金會 第一次收到經濟部的獎 那所以後面很高興 因為覺得說 這是代表一次成功的化業合作 那一個人平常上 就是會說 那我做這個有什麼好處 因為這樣我就多了一個產品線 它的margin變高 因為消息養加持嘛 那所以這件事情 所以他就是一個商務拓展 那這個已經超越本來CSR的概念 CSR是說我有多一筆錢 我想要讓社會更好 BD是說我多一個產品線 那一面讓社會更好 一面對我的投資人有交代 所以或許也可以參考一些這些例子 所以我們這些成功的案例 會不會是因為 比如說麥當勞叔叔 假商 真的嗎 就是啊 當然 但是如果像他們算是一個 像剛剛那個吉諾貝爾有一個評價 你會不會有得獎 今天看會不會在這邊 我現在問題就是說 如果他們是一個社會設計的一個 實踐者 那他們不一定有孝親養家 這樣麥當勞叔叔 那他們能夠多做一些什麼 能夠讓這件事情可以更 再沒有麥當勞叔叔家 孝親養家 比如說我們在柳衛士包丁的廣告 都是你設計師 聿泥貞等等 那他們能夠怎麼樣 讓這件事情更加的成熟 OK 當然一方面是說 如果有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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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電池真的不耐心 對 電池真的不耐心 下次就應該接到土壤裡面 直接POWR這個麥克風 好 那 我 當然現在想到就是說 其實你去找那個大的五慈山機構 那個慈山機構會幫你找到名人 因為他之所以還活得到今天 就是因為不斷地有名人加持 那像跟我們社創很多心合作很密切 做整個景觀設計 包含剛進去的那個類似足球場 那些Visual Identity 就是叫喜漢兒 喜漢兒基金會 那喜漢兒基金會 現在大家想到喜漢兒 就想到的是餅乾 麵包 烘焙 而不是唐市長 但是其實他是 唐市長這三個字的重新表述 他也是一種社會創新 那到我們那天 他們就變成了喜漢兒多士 像范谷一樣的藝術家 空間設計師 等等 創意設計師 那喜漢兒這整個過程裡面 不把名人幫他們辦活動 那但是其實他不會跟任何特定的名人結合在一起 他是看那個campaign需要哪個名人 但是以喜漢兒的那個社會公正性去邀 大概都邀得到 對 所以重點倒不是說 你的這個提案本身一定要先找到名人 像就是寫漢兒設計那些Visual Identity 當時他們是跟鐵鐵扇嗎 那鐵鐵扇當時名不見經傳 並不是非常有名 也沒有找到什麼名人 但是因為他們合作的對象 第一批是跟寫漢兒執行會 所以是用寫漢兒執行會的那個 的專復的方法去做到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先找到那個Pitch的 大的社會部門的這個況能 那當然如果中間就是還是需要一些品牌的話 大家都知道像客委會說什麼 唐鳳過台灣老婆分田 這些的時候是沒有問過我的啊 對 就是我本身抛起肖想犬嘛 如果有人去佳樂府 會看到什麼什麼老鼠愛大米 唐鳳愛黑鮮米 什麼這不是很押韻的 對 這樣一種文案也沒有問過我 所以 因為我有一批素材好便宜的 那都是開放授權隨便大家用 所以日本人拿去唱饒舌樂啊 或者Freddy拿去大港開唱啊 那我完全都是他的自由了 所以這部分也歡迎利用 謝謝 我們找到一個名人 名人代言 但是其實裡面 我覺得跟比如說剛才在談喜漢兒的個案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impact factor 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喜漢兒是社會故事 那當然大家還是對社會弱勢 尤其是大企業對社會弱勢 尤其是大企業對社會弱勢 他們覺得那個社會責任是比較重要的 可是被捕獸夾或是拿夾到的活動 也是社會弱勢 對 但是就對他們來講 他們在做的事情 不一定是社會弱勢嘛 比如說比較抽象的自然環境的報告 那這個 這個 是社會弱勢 這個很明確是社會弱勢 做事是沒有做的 比如說你們要先花很多的錢 去做很多的補具 然後去流浪吃動物之家 去做實驗 或許可以找到一些更多的積極 對 其實就是找到一個社會願意出來 做一個量化的一個保證 所以他真的可以縮短幾天不遠 或者他的 quality adjusted 就是life quality 有多少 這樣子 那 回覆頭來我想要問 那個 郭婷的就是說 其實我覺得你們做很多 反向思考 我覺得你們做很多 而且在做的過程上其實是 集中人之力 去完成的一些計畫 對 那 不曉得 你覺得 有什麼建法可以來 來讓這件事情更單純 或是更精確嗎 然後同樣的問題也想問 任何問題 問問我們的計畫 對 嗯 因為其實我們在執行這些計畫 就像剛才說的 其實是漫長的 然後 其實並不一定有 一個某某針對性 而是覺得 我們今天可以試一個什麼 然後我們就來試試看 他並沒有一個一定的集成 或者是一定要達成的目標 對 他是一個 對我來說 就像 Level的本質 就是 更像是一個玩樂的過程 對 那 這個過程是 令我們著迷的 就是 A5間可以試一個什麼東西 對 但的確如果真的要 收斂成 就是 真的很可以去Pitch的那種 那的確要是 自己去 做各種的收斂 跟 比如說剛才 算%數 這些東西 對 攝氣流Irant 加速器 對 就是把你放到一個專門 算%數的流程裡去 對 沒錯 對 那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 我們會希望 比如說他要加強 所以說這個 他是我們手指定 然後我們期待他變成 別種東西 對 這是一個我們有趣的過程 對 然後也不一定是要 呃 或者是 這個都是很隨緣的概念 對 那 因為今天我們主要在 談地場館卡 這件事情 對 針對這件事情 很shill 也是一種禮償關卡 或者太shill 沒有一定要完成 這個事情 對 那 但是在這裡 想要問 就是 在應對每個案子 他所出的 比如成員的組成 或者是他所針對的問題 跟他必須要想出來的解決方案 其實都不一樣 對 那你覺得 就是在台灣這一邊 就是醫學交測 你看到的東西很多 那你覺得台灣 在你看到的這些 廣播裡面 你覺得 隱藏關卡是什麼 或是有沒有什麼 值得被 呃 分享的 失敗的案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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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老師怎麼ah 說給你 我想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 他都講了 來了今天 50次 那我們所有40次的 Basic 所以後面其實有一個邀請 就是如果觀眾裡面有人想拿這個 那不用問過他,就不用問過我是一樣的道理 他是一個開放式的精神 那我覺得這是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這邊對於大家只要願意在提出社會的想法裡面 就是貢獻出來,我不特別主張專屬的社會財政權的話 那大家其實都非常討論 就是我如果是投資你,那你這個失敗的周轉變成open source 然後說你的貢獻給社會變成有很有教育意義 大部分投資人就算了,不會覺得這個販賣販利販 他是不會把它想成一種好像借貸債務的這種債權關係 他就會覺得說那我投資只要後代有賺到那我也認了 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說社會投資 social impact 從某個角度來看 雖然我們這邊沒有那麼成熟的去算sroi的那麼多的社會債券 這個impact based investment的這些投資人 現在慢慢開始有了啦 那事實上今年4月我們在板橋板牛的社創高峰會 今年就是在講emphasia 投資亞洲就是專門把這些社會投資人招牌 那但是雖然沒有很formal的 但是一般性的商業的投資 如果到最後發現只剩社會價值或環境價值 一般來講投資人也就覺得還不錯 還ok的情況 這就是SDG的那個三重平線 就是如果你創業同時達到經濟環境社會價值 你為什麼一兩下 那你很難同時失敗 同時失敗 同時失敗當然不可能 對 那這個時候我覺得 主持人就願意說 那你就轉下一個題目 下一個題目 他還是願意再花錢 就是繼續跟你完成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是台灣 比較橫觀來講 對於失敗的容忍性 是建立在 如果你一開始就說 你會有社會的環境價值 而且最後也deliver了 那就跟你一開始說 你的這個就是 就是年花報酬率有多少 然後deliver了 是一樣好的 我想要試一下問一下 那這一種投資人現在多嗎 在台灣 是 不少 就是我們在 其實如果你去看Invest in Asia 就是 現在網站都已經上去了 那在上面就是 大的幾個投資人 以及亞洲的這些創投的網路 其實都在上面 所以也很歡迎 就是去看他們怎麼選案子 然後怎麼定期 那在前提就是說 那你就要 那你就要 就是有一段時間要進入那個 就是不管是育成的 孵蛋的那個 燃熱的環境 還是那個 加速器的那個 就是 拘力的 那個環境 對 就是還是會有陣子 這個就是爆端 那如果不是很理想爆端的話 那也可以推更別人去爆端 但是那個 土壤氣在這邊 那回過頭來就是 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要問一杯 就是那你們想要進入到 在那個機制嗎 以社會設計的一個 角度來看 OK 我覺得這會回到剛才的平衡問題 就是說 欸 以我們目前的 譬如說 營運的狀況 我們真的有能力做到這樣子嗎 我們真的可以 譬如說 有這個人力 或者是有多的 因為 就像大家說的 還一定會投入更多的心力 要去達到那個 讓我們有多少事件 可以使用 對 那個目前都還是 很模糊的狀態 對 也許可以遲遲看 遲得去討論 因為我覺得今天 就是跟大家來的很好 互相交流的事情 感覺相當善惡 對 感覺 就是有很多 未來可以想像的一些線 可以去試看 很多網站可以去看 對 好 因為我們的時間關係 我們大概剩下15到18分鐘左右 那我想要把這段時間 保留給現場的觀眾 所以 有沒有任何問題 機會難得 想要把 想要詢問 李博婷 或是詢問 阿鳳 他那麼太羞 我可以詢問求情 你好 我想要詢問一下 如果你想要看在台灣的 社會創新 社會設計的 個人單位或是案例的話 有沒有一個網站 你們的理由 我們有一個社會創新平台 SI.TAIWAN 台灣.GOV.TW 或者你就找社會創新平台 就可以找得到 那在上面 大概已經500多個組織 那社會創新並不是新創 所以其實裡面有很多 已經早就不是新創 像上面有喜漢兒 當然不是新創很舊的 已經二、三十年 李源 對不對 一定是新創很舊的 主婦聯盟 消費人做成綠主張 這個也不是先創那麼久了 因為它隨時都還去出新的服務 或展明線 那所以每一個新的東西推出 像主婦聯盟之前說 如果你加入了 買到有塑膠包裝的品子 自己把標籤絲 要帶回這個工程後來展 它把你當場 所以那個塑膠 可以把它碎成碎粒重置 然後賣什麼洗衣 洗衣什麼的時候 就會全群化你的這個塑膠 因為通常這種塑膠的情況 最難的就是它後段處理的那一塊 但是它靠共同工來 分散掉了這個成分 所以它還真的就搶先其他的品牌 做到全新環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 S-Ident台灣是蠻好的 看這方面的案例 它不只有成功的部分 就是有設創合作獎 或反應 power 也有很多在出創 還在找資源的這些提案 也可以在上面看這些提案 那你如果自己有個團隊 講得出來說 不好意思 是氣象去發展目標 那我會把氣象 而且每年都願意出公益報道的話 那不分你的組織的型態 你可以設合作設 社能發言才能發言公司 都可以沒有關係 那你就在上面登錄 那登錄之後 就像剛剛講 供應店裡面有人買你 500萬的東西 我就出來攔腳 那你也可以隨時約我的時間 然後每個禮拜三 我都在寫背腳 那就是只有有登錄的這些社創家 或者看到我的夥伴的這些 就是企業或這些事業們 才可以佈補14 我看 沒錯 每個禮拜大概 一整個禮拜下來 大概10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40分鐘40分鐘 一個段落 那我等於就是一個 Ecubator 一個Mentor 那就隨便聊幾 標識的可能 這樣 因為電腦 好像是 NOSPAD 盪掉了 所以這樣沒有辦法打 再去打 OK 而且你不只有點喜歡 哈哈哈哈 好 還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有沒有其他的提問 最難的第一個已經被問出來了 所以第二個應該 其實手給你 經過從零到零 對不對 其實我不想你們知不知道 呃現場的大家朋友 不知道 就是說其實在 呃 是荷蘭嗎 嗯 就是有一個少年 揚言要清潔 整個太平洋的所有的一個垃圾 那那個計畫 其實受到很多 投資者 對這個計畫 嗯 投資者的一個 呃鼓勵跟支持 喔 那這個計畫 我不曉得 你被以前有在繼續追嗎 我後來就沒有在追了 他的計畫後來做得怎麼樣 其實我沒有 你沒有在追 沒有非常了解 嗯 就我所知道中間其實是 有一段的失敗 然後又再重新起來 是 然後去年他們不是說 洋營要把東南太平洋的 整個垃圾都清掉 嗯 不知道 我後來就沒有看到 對 疫情真的影響蠻大的 呵呵 OK 那其實這個就是一個很干液性的 但是對於環境永續是有幫助 對於社會設計的一個精神 嗯 我記得啊 就是九轉城在 就是垃圾的出海客戶桌 喔 就不是到他到末端的時候 對 因為出海真的不容易 尤其在疫情的時候 嗯 OK 好 還有其他的 提問嗎 機會難得喔 我很久才看到當空子 哈哈 我每個一拜三都來携 鞋背腳 這是我們那個計畫 可以來 來跟你做那個 OK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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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還有嗎 他們現場的那個的問題 想要提問 大家都很害羞耶 我以為今天報名很踴躍 大家想要把他們兩個問答 因為 你的問題太全面了 真的嗎 好 後面有個位 嗯 剛剛有分享 就是成功案例 配上社會創新網 這樣 那有沒有失敗案例可以看 有啊 都有啊 就是你去追前面的那些提案 然後就像群眾公子網上上 你就看那些木子沒有達標的人 那些也不能說是失敗案例 它就是一次木子沒有達標而已 所以你去社會創新檢查 然後看他們的提案 然後看那些提案 到最後就是都沒有湊到 那那那那些就是 那你還需要有幫助這樣 還還沒成功 還沒有成功 Not yet 好 第三個 問題 有嗎 你需要再沉默聊秒鐘 哈哈哈 但是李佩你有沒有要補充 其實有一個計畫 我不曉得李佩你記不記得 其實當初 我記得應該是2015年對不對 把那個機械手臂 那個 那個EMG的那個改靈手臂 那個放在三創展覽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衝進來的是 郭台銘的兒子 郭沖鎮 然後他就帶著我們兩個 往上面衝 往下面衝 特別是我們在倒閉 往下面衝去他們的Megaspace 去看 就說這些東西他們沒有 是不是想要發展 但他們因為他們自己 在發展機器的工廠 嗯 那 我想要了解 就是說像你們這個 EMG的那個機器手臂的概念 其實是為了社會的落勢嘛 比如說智障 因為機器手臂很昂貴 他們沒有辦法真正的自己去 做到 有一個伏具 高精力的一個伏具 可以幫助他 重建守護隊的力量 所以你們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後來 但我們知道他們 就沒有再往下走 沒有再發落下去的一個 最對的一個計畫 他們就自己去發展 自己的機器人工廠 那中間 你覺得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尤其在這個 EMG的那個 改靈手臂上 難度 好 先讓大家看一下 在那邊看一下 在那邊看 阿 很怕 你還是要把這個 發射力的 不行 好像這樣 可以可以可以 好,因為剛剛有提到說,這也是在Level裡面發生的一個活動 或者這麼說,就是通常會來Level的人都是比如說 其實我們不太認識,對,然後但是可能有這樣的一個空間 它是開放的,所以就是會來討論 對,我記得曾經常有來過Level跟我們社區做一個事務局 對,因為我球場太大,一般的檢查太大 對,然後所以就是會有各式各樣的有趣的人來Level討論 那有些人是他自己完全處理他所需要的,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他其實只是需要有空間,一些機具可以製作 對,那有些人是他有idea,他想要做的事情 可是他沒有任何的背景、技術 對,但是那時候就是可能,旁邊可能會有人 就是跟他聊天,然後可能會 我介紹一個台北人之類的 所以在這個計畫裡面,也是做國際的朋友 然後他們覺得,他們他們的概念是這樣 就是,在資能治療這些事情上,就是以縱風來說 其實他是需要持續的去復健 但在台灣的醫療資源因為健保 所以其實大家能夠分配到的資源 跟美國相比,其實沒有那麼多 對,但是因為美國很貴 所以其實那個是不一樣的,跟美國有錢的相比 對,就是不一樣的系列 對,ok 好,那 所以 在那個時候,我印象中他們有說到 如果真的可以每天附件一段時間的話 那縱風的復原的機率是高很多的 但因為在台灣的健保關係 或者是肯定的關係 所以縱風會變成是一個比較難治癒的一個基地 對,那時候就在想說,如果我用我的 因為,就我所知,縱風可能有一些是半變 對,那如果假設我的左手是比較有問題的 那我可以用右手的一些動作去帶動我的左手 那它就可以變成是一個裝置一直在復健的概念 對,那其實這個手臂的連結的檔案也是open source 對,也是網路上拿到的 那我們在這邊只是想說,不然我們來做路透的菜 就是可以透過幾點改革的方式 然後去控制這個手 然後提供發生一個這樣的概念 對,當然我覺得這個 要到真正落實 它其實是需要很長的一段路 對,那其實在Level裡面 還是會以打量為先行 然後讓它後面,事情會變成一樣 那就是,我覺得是一個很開放的態度 對 OK,因為開放所以上不到一起 哈哈哈哈,我是沒有畫遊戲 不過其實因為你有開那個G0V的那個拍照 對,那我們做G0V也快十年了嘛 那G0V的特色就是說 你來G0V不一定,大概一定學不太到賺錢的方法 但是每年都學到很多省錢的方法 所以在G0V做任何東西都是幾乎用免費資源 那因為當你師範沒有錢分的時候 連時間成功都不太有 因為大家就是群眾外報幫你吸收掉了嘛 那所以這些其實,像真的假的好了 現在它延伸出來的不管是訪詐達人 就是居士德基嘛 或者美育儀叫做Rusco 其實都已經有大公司 Rusco沒有很大 但是有公司已經把它等於拿去養了 那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團隊就可以專注在比較隨行的那個部分 就是掀起的部分 因為反正他在下游當一個商業模式的時候 他不需要當部長 他只要當類似精神領袖吧 這樣子的東西 對,那所以這個就叫Exit to Community 就是他最後面不是非G0V 他最後也不是上市場櫃 那這些都是處長嘛,Exit 但是Exit Community說 你真的一樣,出了一個生態圈 就是試試查核第三方防炸的這個生態圈 那這個生態圈你有非常多會 包括試試查核中心等等 那每一個都不會想要看到真的假的失敗 所以多多少少願意花一些資源 但是其實真的要講 就是幫大家先前些事件 所以這個東西本身不發達財 但是那也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覺得G0V的一個特色 就是他一開始就放棄掉 在這邊完成育成的這種想法 等於是說大家來這邊都會省錢 然後都會省時間 那避起最好的情況 像中央政府總預算視覺的話 現在就根本變成我們 中央品牌的一部分 所以是大家納稅前把他Exit to Community 那或者合照地圖也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條路 就是如果大家都是要不Chill 那只要確保說 隨時把他發援光大的這些超級傳播者 都會來你的活動 那這樣子在上有的人就可以一直玩一次 玩一次玩一次 他們不僅是社會工人喔 他們在去年嗎 是去年前年 也在奧地獄一次電梯書間拿到首獎 是的 所以他們其實也是跨到一個社群 的概念裡面去 所以當他們 我記得聽那個字號 在講 在講的時候 我覺得蠻好笑的 就是說 他們當收到跟得獎公司 他們在討論說 誰要上海底獎 這件事 他們討論超久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一個Community 就是 Nominus的一個Community 就是匿名的 那到底誰要上海 可是全部人都一起上海 那他後來沒有去嘛 因為一起 後來就好像共病 對 共病 對 對 OK 所以其實他像這種案例 其實在社會設計裡面 但是又對社會的功能是有幫助 又可以跨到一個藝術系的一個展示上 而且是蠻有趣的一個案例 OK 好 各位還有一個其他的問題 想要提問 最後三分鐘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要 欸 來 你好 我想要請問那個 就是 社會創新設計 這個 就是今天的題目 比較多是在分享生態守護計畫 就是 你們今天這個題目 然後我想要問的是 假如說有一個題目是傳統守護計畫 特別是部落文化的傳統守護計畫 那 這樣子的一個創新 他們 就是 就是 很容易表達 就是我想要表達的是 傳統跟當代之間 這樣子的創新 以一個設計者的身份 他應該如何跟在地的社群去 或是在地的利害關係去做溝通 他應該抱著什麼樣的態度去溝通 好 對 謝謝 謝謝 可以結束這個問題 可以結束這個問題 已經報銷了兩個 好 這個 至少還有一個郵便 所以就是 永遠都有那個 Find B Find C 好 OK 我想 這個沒有辦法應該而論 因為這個其實是 地方上升的 這個核心問題 就是 我到了一個地方 我可能年紀還很輕 才三十幾歲 這個 我下個月就不是三十幾歲 所以就是 這個月要多講 才三十幾歲 然後 可能一個禮拜有兩三天 以上的時間 至少兩天的時間 能夠去那個當地燈店 那我希望在那邊花五年 可能可以花到十年 去引起當地人的信任 那我在這些條件都 具足的情況下 其實並沒有一個正確答案 或者說什麼答案都是正確答案 我剛剛講的這些 就是你可能花時間 你不會收割了就跑掉 你也不會 好像變成只是某一個財團 或者是某一個單一利益的代言者 等等 那只要當地的朋友了解到 你真的想要從他們的角度 來看他們的傳統 那大概都會是對 其實之前設造的經驗 就告訴你們說 你保持著正確的這種心態 待一個五年 日久他像是故鄉 那你就變成在地人 那你如果是在地人 那在地人當然支持你 這是最基本的一個回答 那實體上面來講的話 我們目前常常看到的成功的一些案例 最成功的一些案例 大概都是他立刻就把當地的傳統裡面的新的故事 能夠講出來 那好比像說很會講故事的茶子糖 那他講的故事就是關於一個不是進口的這個 你不會直接喝那個茶油的苦茶油 他把苦茶油的苦拿掉了 因為在地人那個茶油其實是不苦的等等 就是他用一些很簡單的廣告的這個手法 不過後面是真的沒有真的覺得我那個油啊 能夠讓在地人可能本來覺得是一個比較 in the margin 就是不是很受照顧的一個東西 茶子這個東西 因為忽然之間變成大家大眾的目光的焦點 那但是他當然還有做別的事情 但是他這一個東西 就好像那個爸爸同在之後小林村的梅子 2021的梅子 或者是雖然三月提這個當然很應景啊 福島的士兵對不對 這些都是可以代表一個地方的一個icon 那他繞著這個icon 讓當地人覺得只要跟這個icon有一點關係的 大家的資訊心都會提高 那只要能夠找到這樣的東西 不管你前面走轉了多少次 那到最後只要這個一扣盒 那後面的路就變得很容易 那邊路容易很多 所以大概就是一開始讓地方的朋友了解到 你要變成在地人 至少二地區嘛 一半的時間變成在地人 那接下來就是花非常多時間 找到剛剛那一個扣盒的東西 那接下來在地的這些支持系統 就很容易形成 因為對他們來講 你不是來分有限資源 你是在帶入新的資源 讓本來的這個山頭們 有足夠的連結就可以做成山脈 大概一次 共享 我沒有防疫結果我們在共享 Anyway 好 我個人覺得 這個唐鳳剛才最後的這一段話 其實蠻重要的 就是說在社造 或者我們在講的社創 或者我們在講的社會設計 其實到最後都要走向一個win-win situation 雙贏的一個局面 才有辦法真正幫到這個社會 因為這個自然這個環境 這個來自於世界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們只能夠停在這個地方 7點了 那今天用一個很casual的一個方式 來跟各位聊社會設計 那最主要會放在柏廷他們的這個 三代所有計畫的原因 也是因為他們的計畫 正在空洞展覽 那其實我就是那個陪伴他們好久的那個 我自己自詩啦 就是 應該最早是2012 13 其實他去 他去荷蘭駐村的時候 帶進了Maker的一個概念 來回到台灣 那時候我是評審 我記得我是審討委員 然後把你們送出去 那時候我最擔心就是說 你在國外怎麼換學的問題嗎 那 完了之後其實我在 我記得2010幾年我也忘了 我就長期觀察他們這一系列的計畫 寫了一篇paper 在很奇怪的一個期刊上面發表 在台大的類學期刊 然後發表了他們這個計畫 所以那時候他們對於所謂的數位的概念 還不是很熟悉的時候 用這樣的方式去介入類學 然後一直看著他們的作品長大 所以其實我覺得他們有一種理想化 但是那個理想跟現實中間 好像還有一段比較大的距離 那個距離需要靠 比如說社創的力量介入之後來瞭解 那我想今天 鄭偉給我們很多的一些想法 或是未來就是可能是一個進駐 到 40分鐘的僻型的一個 對的那個機會 那我想 如果在座各位也是社會設計界的 或是社會創新界的朋友的話 未來也多有機會可以介入到 在那個空間裡面 跟在那個主題來做互相的切磋和交流 好不好 OK 那我們今天就謝謝兩位 朱江澤 那也讓我們帶來很多新的一些想法 謝謝